台北市長蒋萬安 臨時取消內科鑽血行程 趕往文山區木柵國小 視察空屋情況 要求環保局和教育局 都要嚴加注意 同學們 昨天晚上 有沒有感受到一些 空氣的異味或濃煙 有 是 因為主要是 昨天下午在新北市深坑的邊 有的工廠失火 原來是新北市深坑工廠 發生大火 濃煙和異味開始飄向新店 中永和及台北市文山區 引發民怨 但北市府相關局處反映 似乎慢半拍 連基本的初步災情分析 空氣品質監測都沒有彙整 蔣萬安坦承 應變速度不夠快 最重要的就是 環圍這邊 在第一時間 我想必須要 趕快地做 中文 包括新聞稿也好 社群媒體 社群媒體 網關網流的 你應該要細細 儘快跟他有些人說 我想這個部分 直接給你講 公義 目前各項空污監測數值都正常 蔣萬安還是提醒受影響區域的民眾 戴口罩 減少出門 門窗關閉 必要時開空調 學校也要減少戶外課程 之後會要求相關單位通盤檢討 強化通報與應變機制 記者游祥亭 台北採訪報導